我之前是不知道 甚至乎覺得炸雞有什麼好吃 但是我之前吃完喬川炸雞之後 我就覺得 哇 天啊 天堂啊 怎麼會這麼好吃啊 大家好 我是MIRROR 今天要跟大家一起開箱 2019年最受歡迎的炸雞 同時我覺得大家來韓國旅行的話 都是必食的炸雞來的 但是首先在開箱炸雞的之前 我也希望大家看我的影片 可以獲得很多不同的知識 所以現在就要稍微說韓國炸雞的小背景 小知識給大家聽 之後大家再去看我吃東西吧 首先韓國炸雞是什麼時候開始出現的呢 話說1960年代 就是韓國的戰後重建時期 那時候出現了第二家用電炸的炸雞店 但是當時來講 炸雞其實是一個名貴的食品 所以很多人都負擔不起的 直至到70年代開始 因為韓國國民的收入開始有些提高 當越來越多人可以負擔得起的時候 所以炸雞這個市場就正式開始興起 在80年代韓國有一個炸雞品牌叫做 研發了第一款的醬料炸雞 那隻韓式醬料炸雞 炸完之後出面有一種甜甜辣辣的醬汁 那款就是了 對於當時的韓國人來說 這隻醬料炸雞 簡直是一個很大的突破 而在90年代 在亞洲有金融危機 經歷了這件事之後 那時候很多人都紛紛跳進去這個炸雞行業 因而是這樣 炸雞這個行業就越狂越大了 而每一個產品忽然間變成很受歡迎的其中一個很大原因 是因為廣告 而在2002年日韓世界杯的時候 當時就有大力推廣 足球、啤酒、炸雞三樣是要一起進行的 因而是這樣 炸雞和啤酒這件事 就忽然間變成一個不可分離的組合 所以變成現在我們吃炸雞 基本上一定是 一定是啤酒配炸雞的了 在韓國吃炸雞是一件非常之普通的事 韓國人會叫炸雞有個名字 就叫做 Hananim 就是上帝 Chinanim 就是Chicken 所以中文就是炸雞上帝 韓國人會形容炸雞是炸雞上帝 所以炸雞的地位在韓國是非常之高尚的 究竟韓國人一年裡面會吃多少炸雞呢? 韓國其實有第二個名字 就叫做炸雞共和國 一年裡面 國內雞的銷售量 是高達10億 其中的7至8億 是全部都用來炸雞的 所以 很誇張 一年韓國人就吃了7億8億的炸雞 平均每個人每一個月吃2隻炸雞 跟大家再分享更加準確的數字 全國的炸雞品牌總共有410個 而當中連鎖店是有24865間 基本上每10間就是一間 就是一年加一間 10間裡有一間會取消經營 韓國有很多不同的炸雞品牌 而當中最多分店就是BBQ這間 全國BBQ的加盟店總共有1659間 而第二間最多分店的品牌就是BHC 有1456間 雖然BBQ是加盟店最多 但比起加盟店的數量 哪一個炸雞品牌的銷售量是最高的呢? 我猜大家可能都會猜到的 就是橋村炸雞 它是平均有5.7716萬 每年的銷售量 是每一間加盟店的 所以真的證明到韓國人 是多愛吃炸雞 其實我來了韓國之後 吃炸雞次數提高了很多 所以相對地 我吃晚餐的時候 我蔬菜的吸入量 是減少了很多的 因為你有足夠的纖維 其實你才可以幫助到 更加有利排便的 因為你沒理由有入沒有出的 這樣你的毒素 不就是在體內 好了 究竟人體每一天是需要多少的纖維呢? 我上網找到說 有學者表示 人的每一天是應該吃25g的纖維 那究竟吃多少才會有25g的纖維呢? 用香蕉來做例子 香蕉大概是重120g 它不是整條都是纖維 扣除了它的水分、糖分等 它就會剩下大概3g的纖維 所以其實是要吃很多條香蕉才足夠的 但你同一樣東西其實吸收太多 都可能會有反效果 而我們全世界大部分的人 每一天所吸收的纖維量 其實可能都不夠20g 而纖維其實有分兩種 一種就是非水溶性纖維 另一種就是水溶性纖維 非水溶性纖維有些什麼呢? 譬如是水果、蔬菜、 或者一些全麥的穀類早餐 麵包或者意粉的那些 都是有纖維的 或者是一些堅果 那水溶性纖維 顧名思義是可以融入水裡面的纖維 那因為平時我們吃不夠菜 吃不夠水果的時候 怎麼可以增加這個纖維的吸收量呢? 就是食用這些水溶性纖維 那在這裡呢 想跟大家分享一個牌子 就是叫做 它們是一個美國牌子 最暢銷的 善食纖維補充劑品牌 No.1 它們就是一個天然的纖維補充劑 那是粉來的 把它倒進去水裡 攪拌人喝就可以了 它可以幫忙 遮住我們平時吸入的食物 一些油份或者糖分 然後把它變成廢物 一起排出去看外的 那這些善食飲品呢 它不是什麼減肥藥來的 所以它的存在呢 並不是為了要幫大家減肥減重 那它呢 是為了可以把我們人體變得健康 因為只要你可以解決到這個排便的問題 你整個人就會變得很輕盈的了 那我自己喝了Medamuseal已經一段日子了 那我的飲後感是什麼呢? 因為平時我不是一個可以每天都去到廁所的人 但是我喝了第二包開始了 立刻變得每天都是非常順暢 是健康的排出來 不會說令你有肚痛或者令你不舒服 完全是沒有這個感覺 我是每一天喝完之後 我覺得整個人是健康 是舒暢的 因為我二十幾年來的習慣 都不是每天去的 但是只要喝了這個之後 我是每天都去到 我覺得挺神奇的 所以我覺得它這個去廁所排毒方面 是非常幫到手 它們有不同的味道 我選了這個就是橙味 它好像還有一個是梅味來的 這個橙味沖下去真的完全像橙汁 是淡口一點的橙汁是很好喝的 所以其實我有時候會不小心喝多了 但是當然還是跟它的份量喝會比較好一點 這個就是瓶裝 我剛剛這一盒就是這些獨立包裝 非常方便可以拿出去 然後它們也有出這些藥丸狀 我知道很多人其實工作很辛苦 都會喜歡利用美食去解壓 其實包括我自己也是的 但是希望大家好好享受美食生活的同事 都希望大家可以保持健康 比如你用運動 或者你用一些譬如這個 善食籤的飲品 讓自己享受美食的同事 都可以製造其他物品的力量 去幫你減少油份的吸收 所以都非常之推薦大家 試試這個METAMUSEL的 善食音品 那現在就和大家一起開箱 2019年的炸雞排行榜 好了現在就要來開箱 2019年至9月為基準 然後最受歡迎的三大品牌 然後由第三位開始揭衷 就是BXC 最受歡迎的一個味道就是叫做 BOUDIN CREE BXC我也吃過不少次 然後我自己也是最喜歡 BOUDIN CREE這個味道 因為它真的... 啊... 我開了大家就會知道了 它是充滿這個神奇的魔法粉 但是一隻雞來說 其實17000W是非常合理的一個價錢 它很早已經退出了 然後是這個全戰代言 那叫BOUDIN CREE的時候 它們一定會有給這個 叫做BOUDIN BOUDIN SAUCE 是非常之配搭的一個醬 我覺得它這個醬是超級無敵的 其實呢... 我自己... 還叫多了一個 因為真的很好吃 我給大家看一下它的... 賣相 是否超級人 嗯... 它的魔法粉呢... 是酸酸甜甜的 好棒 它會有芝士味 然後其實看到它會有一些... 香草 BXC的雞呢... 每一次都做得很有水準 因為是每一次都是非常之嫩滑的 我其中吃過有一次 我是叫了PANBAN 是半炸然後半辣醬那隻PANBAN 是不好吃的 我覺得BXC... 一不就叫BOUDIN CREE 一不就叫一些... 是... 味道比較重一點的口味會比較好吃 我覺得它像是... 你平時吃一些零食的... 粉 就是呢... 因為我本人很喜歡吃 麥當勞的薯薯薯條 它的感覺就是... 好像... 加了勁量的薯薯薯條粉 在炸雞麵上 所以是超級好吃的 好... 接下來呢... 就要蘸這個... BOUDIN BOUDIN醬了 我覺得呢... 加了這個醬之後呢... 簡直是... 本身它是... 100分的話 它會立即變成200分 嗯... 幸福啊 感覺出來了 這個BASE 是YOUGURT 再加芝士 它的芝士味不算太重 你會覺得是油多香 但因為這個芝士味很重 所以兩個撞下來的時候呢... 嘩... 感覺就是... 爆炸了 它的芝士味在口腔裡面 其實吃多幾塊你就會覺得膩喔 其實它每一件呢... 都切到... 幾大隻 你看... 我個人是想吃兩塊 我就會開始覺得膩喔 現在就是要來... 第二位就是... Mum's Touch 它是一個韓國的本土牌子 我覺得很多人對它印象是... 速食品牌多於一個炸雞品牌 在外賣APP裡面 其實它都是歸類在這個... Fast Food裡面的 但是我看那個排名呢... 它是歸類為這個炸雞品牌裡面的 所以呢... 我就點了兩個不同的口味過來 我自己就... 非常之小吃... Mum's Touch的炸雞 我好像吃過一次那麼大把 我多數都是吃它們的... Burger 我個人來說覺得是挺好吃 不錯的 但是沒有去到我的... 即是說... 很喜歡 即是想到吃Burger 就想到它們這個品牌 那它們這個品牌就是... 由韓國的南部開始發跡 然後紅上來北部這樣 它們主打就是... 當客人去落單的時候 它們所有食材都是新鮮的去做 然後提供給客人上菜 很多人對於速食的一個想法就是... 很不健康 所以它們是想打破這個想法 但是之後我就問了很多朋友 然後從他們的口中... 這兩個都是他們比較... 喜歡吃的兩個味道 Mum's Touch有一個很好的地方就是... 它這裡是半隻半隻來的 通常一般炸雞店... 其實你至少一定要點一隻 那它才會煮給你的 雖然它們有一半一半的味道 但你通常都要點一隻 那所以呢... 其實為什麼它會... 榮星到第二位的炸雞品牌 就是因為... 很多韓國人都覺得... 它既可以吃韓國包 又可以吃炸雞 同一時間可以吃兩樣東西 很方便 很好啊! 就是Mum's Touch 三間裡面唯一一間... 有送手套的! 是不是很貼心? 其實它們是有紙巾 但是... 因為其他兩間都沒有 它們就唯一家沒有送食物 那我們來吧 這個是加力口味 這個是Masala 但是感覺上它們... 炸雞的大小 比剛才BXC的大小 很香 我咬下去第一次是... 風沙雞上面的風沙 當然是炸的啦 然後它的... 蒜都是... 應該是混在炸粉上 我覺得它的炸粉完全是超級薄 你不覺得有炸粉 喜歡吃蒜頭的人 一定會很喜歡這個炸雞 我覺得... 挺高分的 Burger的品牌 但是炸雞做得這麼好 其實... 也挺有驚喜的 而這樣吃下去 我覺得它比BXC來說 它沒那麼膩 我平時甚少吃Mum's Touch 然後... 我剛巧吃過了一些不好味 所以我對Mum's Touch 其實本來是有點抗拒 不是特別想吃的 但是... 有令我... 有驚喜啊 而且它的調味不會太鹹 它是剛剛好的 你不需要特別醬汁也可以 這個味道很適合配啤酒 但是剛才... Bulling Crude 如果你配啤酒 它可能會太膩 總之買啤酒上來了 哎呀... 我買了... 我買了... 馬西娜的味道 上面那些都是蒜粉 聞起來都是酸酸的 嗯... 甜辣甜辣 重口味一點 是那些印度香料味啊 真的 但是我覺得它像是韓式那種甜辣醬 加多了印度的風味 做得比較迎合韓國人的口味 我個人的話沒說很喜歡 可能吃一塊已經漏了 嗯... 因為它是醬汁呢 包覆了所有的炸粉 所以... 是軟的 但是我覺得它的雞的質地都不錯 最受歡迎的... 第一位是什麼? 就是... 喬川 算是我... 最愛的品牌 讚... 哇... 但我想說呢 為什麼它明明也有一隻 但是... 它是大過其他品牌很多的 這個就是... 最受歡迎的... Honey Combo 一想到要吃蜂蜜味的話 一定是喬川沒錯的 由李文雅開始代言的時候 韓國這個炸雞文化 就... 慢慢被外國人所認識 我來到韓國之後 我才知道喬川炸雞 我之前是不知道 甚至乎覺得 炸雞有什麼好吃啊 但是我之前吃完喬川炸雞之後 我就覺得... 天啊... 天堂那些會這麼好吃啊 然後我也試過吃喬川的其他味道 我是不喜歡的 其他品牌也有試 會有些蜂蜜口味 但眼睛是做不出喬川的味道 我有印象我以前是覺得喬川很貴的 其實現在剛才你看 Bulling它也是17000 其實你這樣兩下 這個Mums Touch加起來也是18000 其實這個也是10,000 其實很大 而且它有這麼大盒 它的尺寸是最小的 比剛才那個Mums Touch 喬川的尺寸是最小的 但我個人來說 其實我是最喜歡這個尺寸 我是越小越喜歡 好 來啦 喬川有一個很好的地方 就是有試過熱吃有試過冬吃 它的皮是一直都會脆 一直都不會軟 我覺得這件事很神奇 不知道是不是蜜糖的關係 所以吃下去是比較煙暗的 炸粉 但其實相對地是厚的 它的炸粉 厚一點 真的很好吃 我覺得很多炸雞 都不可以放過東西 但喬川是可以的 其實像我和我朋友一樣 我們都是住在韓國的人 一個人都會想吃炸雞 我們就會叫炸雞 我又不叫 但我覺得對於一個人來說 喬川這個份量太多 你可能要分三餐或者四餐 你才能吃得完 我自己說我通常不會叫combo 我是叫全野 然後我最多吃到8隻 但我想說喬川的這個葉蘿蔔 是超級好吃 我覺得在這麼多間炸雞裡面 最好吃的 你吃炸雞吃到很久的時候 你就會想吃一顆 有很多其他品牌的腰 我是吃一兩塊 就不會再吃下去 因為我覺得 發揮了它的作用 所以我就不用再吃 但我覺得喬川的葉蘿蔔 會有莫名其妙的中毒性 我想說連我朋友 他不吃葉蘿蔔 他也會吃 但其實我講說 他們三間 他們的位置是整天 都是上上下下下 但都是保持著他們這三間 所以他們三間 競爭是幾個激烈 我自己排名是 喬川或者是 他們對我來說是同等的存在物 因為他們兩個是不同方向的東西 所以他們沒有辦法一起比較 我想說其實韓國有個字叫 大家可能聽過 就是炸雞加啤酒 炸雞加啤酒 但是 就是炸雞配飯 對於韓國人來說 其實這是非常新穎的食法 有一堆人會這樣吃 我自己覺得 是比較可以配白飯 因為它的魔法粉實在是 你這樣配白飯其實是好吃的 我也試過這個食法 我覺得不錯 我什麼時候會吃 就是我吃剩了炸雞 然後又不想這樣吃的時候 然後我就會當它是一個菜 這樣吃 好了 這裡就開箱了 最受歡迎的三個品牌炸雞 所以大家如果來韓國玩的話 也可以試試這三間 因為他們真的經常上上下下下 所以我覺得大家 都不妨試試不同的炸雞 但我個人推薦就是 喬川和Vixi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如果喜歡影片的話 幫我按一下 記得訂閱我的IG的話 就可以知道 多點韓國生活資訊 記得按訂閱和留言 小鈴鐺 就不是錯過最新的影片 那我們下次見再見 多謝多謝 Bye 我們下次見